今天其实这个AIT在昨天 昨天晚上发了一个声明 那么表示今天裴洛西的一个行程 但是我们从这个行程的声明当中 发现了一个蛮有趣的点 问一下大使这样子算是合宜吗 因为今天裴洛西要在总统府 那么跟参议文见面 AIT昨天的新闻稿就说 裴洛西将和台湾资深领袖会面 来讨论美台关系的议题 但是他这个声明稿当中 没有提到总统两个字 没有提到总统府三个字 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名称 好像是略过了一样 是不是呢 其实美国AIT 他也想要避开这些争议 所以他现在对于蔡英文的称呼是 台湾资深领袖 那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就在一个礼拜之前 7月26号 当时有国外的媒体提问 说蔡英文台湾总统 就提到台湾总统四个字的时候 还记得吗 当时赵立坚他就反抢说 我要告诉你的是 台湾没有什么总统 请你以后提问的时候 要注意你的措辞 他用这个机会来正告台湾当局 走台德的路是死路一条 所以在一个礼拜之前 赵立坚他这么的呛 所以是不是因为如此 AIT在昨天的新闻稿当中 连总统两个字都没有提到 直接就忽略掉了 以前这个两岸气氛 还有大陆跟美国关系 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 美国这些外商人员 他还在私底下 不太敏感的场合 他还用这些正式的观线 我们台湾的正式观线 现在气氛那么紧张 美国是第一个 第一个松的 所以他是真背弃我们 他如果是支持台湾的话 那到底说他应该支持 到底不是吗 你去看AIT的网站 他说美国跟台湾 维持一个非官方的民间的关系 他那个网站上就这样写 而且中文的写得非常清楚 所以其实孙小雅来讲的话 他根本他自己知道 他是一个民间机构的负责人 所以他算是民间机构 对对他是民间机构负责人 当然我们媒体习惯叫他这个 这个AIT处长 你要称他 你要公开称他大使 也就是说Ambissadors 他搞不好他会怕 他会怕 他会告诉你 你不要这样叫我 因为这个是美国的官方的立场 那不过就是说在 就是说这些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很重视 他们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措辞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美国是这样子 用语这样子 他事实上 他们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 非常非常的小心的 一向如此 以前AIT的官员是不进外交部的 他在台湾这么多年 你叫他到外交部他说对不起 我们在外面咖啡厅见面 这么会小心谨慎 所以美国不要忘记 美国背弃台湾的时候 1979年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 三件事废约 中美协防条约废约 断交 断绝外交成人 撤军 美军全部撤出 所以美国做得很绝的 所以你说跟美国人你要小心 美国是最坏的 最坏的敌人 最好的朋友 他出卖朋友的话 根本不要看别的 看当时对我们中华民国就很清楚了 断交废约撤兵 本来天天跟我们讲我们坚若磐石 你看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好到不行 兄弟 裴洛西这次还讲说 他不会背弃对台湾的承诺 我觉得就是他很像我们那个王八千 跟他的房东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很好笑 美国人讲这个我觉得 因为我很熟悉我们美国 过去跟我们台湾的这一段历史 所以他们讲话我心里就想说 请你不要再讲这么恶心的话 我听得实在听不下去 裴洛西这次回去以后 他就告老还乡 他这一次来台湾就是利用台湾 来报他跟中国大陆那个仇的 要不然他把乌尔开西澡来干嘛 他把香港书店的老板搞来干嘛 他第一个大陆不会让他去的 第二个香港他也去不成 他跑到台湾来 因为他知道大陆很在乎台湾 他就在这个地方 用我们的土地来办他的私事 那我们还把他又给他勋章 又给他捅那么高 然后他还带来了一次 1949年来两岸最可能产生军事冲突的 一个危机 很庆幸没有发生 我真的是很庆幸 我昨天睡觉的时候 我也没有睡好 我很希望这位老太太赶快离开台湾 刚刚有网友说 这个街大使看起来心情蛮担忧的 我非常担忧 我真的我到晚上睡觉 我很怕就整个事情就失控 风云变色 风云变色因为非常危险 可是他走了 一大堆烂摊子留在台湾 我们今天我还好 我是不是务农 我如果今天种柑橘的话 我种得那么努力 就是因为你这个老太太来一下 现在是欲哭无泪 我就没有市场了 你看我们的柑种这些果农 多无奈 然后我们现在大家还好有中原济 已经有一些销大陆的这些 我们台湾的食品 现在几十个后柜已经没有 报销了 这都是他来的 那他凭什么可以拿到勋章我不懂 对不对 然后接着我们待会谈到军演 真的是从来没有这样子军演 这个意义 这个那种他给我们留下来 这个英文叫什么 英文叫legacy 他现在到处要留他的遗产 也就是说他的攻击 到台湾来给你一个攻击 你看你们蔡英文还给我心脏 这就是我留下来的遗产 你们台湾人都敢念我 我对你台湾的支持 谁敢念他啊 你去问我们的纵干局的朋友 他会敢念裴洛西吗 对不对 我们空军过去上飞机的时候 家人孩子希望他出完勤务以后回家 平平安安的回来 那他的前这几天 他每一次挂弹飞行的时候 他是什么心情啊 家人多担心啊 他的家 他的妻子 他的配偶在家里是什么心情啊 这些是谁带来的 都是裴洛西带来的 而且是这么频繁 这么频繁的起降啊 其实是非常频繁的起降 非常频繁的起降 而且其实 除非你还记得我们这个 在节目里头曾经讨论过 就是说我们看到北京政府 所做的谈话 他说他们一定会做出军事回应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曾经讨论过 军事回应的时机 对 军事回应的对象 对 所以昨天晚上 其实我跟大使一样 我也很紧张 因为我们得到了很多 各式各样的讯息 包含这个中国大陆 把北京 上海 广州 厦门 所有非台湾的班机都取消掉了 那这个让大家觉得很错愕 包含我看到的这个 这个我们在这个话 这个社群媒体上看到的很多画面 都让人家觉得很惊心动魄 但是昨天晚上 如果中国大陆没有动 今天它没有动 原本我们判断 你至少要先锁定你的对象 那冤有头再有主 既然是裴洛西 你就不要冲着台湾来 你就冲着裴洛西来 你就去飞机拦截他也好 你就是对美军动手就好了 不要动到我们 但是现在显然看起来 他动手的时机 不是在裴洛西 在台湾的时间点 那很多人就讲说 你看这就是中国大陆软弱 其实坦白讲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 这个中国大陆最后的决定 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他军事回应的对象是台湾 不是美国 那他这样的操作 对台湾所造成的冲击 跟杀伤力是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如果军事 回应的对象是美国 或者回应的时机点是 裴洛西还在台湾的时候 那么其实他的规模会有限 因为他还是要掂量一下 他有没有要决定 在这个时候打一场中美大战 他应该还是想说 这个时候还是要避战 对所以当他不愿意 打中美大战的时候 那就是台湾的大获零头了 所以当他把最后的军事回应的时间点 定在裴洛西离开之后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他接下来 他要怎么做 他都可以怎么做 因为裴洛西已经走了 美军的战机也走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 雷根号现在也开始往东走了 所以台湾等于是要独自来面对 中国大陆的怒火跟反弹 就是空窗了 对问题就是这一场灾难 就是民进党跟裴洛西惹出来的 可是有没有必要要让台湾这么多人 一起受难受灾 包含像刚才大使提到说 像我们甘菊的农民 像我们的这些养殖业的渔民 像我们这些糕笔业的产业 甚至我们看到今天晚上 看到中国大陆开始要点名 在北京开始要调查 在商场里头调查 有没有台湾的企业 有没有美国的企业 那这到底都代表什么样的讯息 所以其实我现在很担忧的是 现在所谓的反弹跟这个回应 只是开始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每天都要提心调整 来看一下这场 这个复仇大戏 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落幕 台湾要付出多惨痛的代价 可能在明天早上 起床的时候就发现 又多了好几条的制裁了 经济制裁可能会一波一波 接着一波 但我们回过头来看到 今天早上 裴洛西在台湾的一个行程 其中9点钟拜会的是立法院 那本来呢是尤锡坤立法院长要来接待他 但是尤锡坤之前7月29号 因为出访之后回来 他确诊了嘛 那么原本呢 他确诊的这个隔离时间是7天 昨天呢CDC还特别说 他这个特别让他请假的方式 到立法院呢来接待裴洛西 结果没想到 尤锡坤今天早上的测一测 我要他的快筛 还是阳性的 没有办法出来 所以最后呢是由副院长 蔡其昌呢来接待裴洛西 但是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早上呢 蔡其昌迎接裴洛西的时候 最后看到全庭呢 都戴上印有台美国旗的 坚落磐石的口罩 然后呢送上了花束来 欢迎裴洛西 那么裴洛西刚刚也就照这个 大前有说的 他其实在立法院的这场的 会议当中 其实他就再次的强调说 他来台湾的三个目的 他说台湾是全世界 最自由的社会之一 许多的方面有领先的成就 防疫的表现 还有公卫议题 国安的经济治理的议题 他们要赞赏台湾 有这么多出色的表现 未来大家能够在相关的领域 来进行合作 真的是都谈不上台面 包含的陈时中 在这个居然说问他 要不要吃免免兵 包含了这个在立法院 麦克风也出了问题 就说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居然呢都吐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平常这个螺丝呢 随便就锁一锁 根本也不是 把它放成一个重点 我接下来问一下 汤教授 对于裴洛西这次 几乎19个小时来台湾 他的行程满党 他现在走了 但是走了之后呢 留下来的是台湾继续 接下来才要承受的 看到台湾 接下来三天 共军即将要在台湾的周围 进行军演 所以呢 怎么看 现在裴洛西走了 结果留下来是一个烂摊子 而且是让台湾 限于在 有点快要被 onfire的风暴的核心当中 我觉得这个就是典型的 美国对待台湾的一种方式 遇到的事情 你先冲 冲了去帮我打 然后呢 我在后头来支持你 而在事前呢 我一直不断地在挑衅对方 使得对方呢 对台湾呢 就进行了各种不同的这种行动 让对方呢 在全球呢 好像感觉被人家视为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这个 对台湾有恶意的这种形象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的一个这个伎俩 而这一点呢 当然了 我觉得民进党他绝对了解的 只是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摊开来讲 因为他现在一路的就是依靠美国 对 依靠美国了以后呢 你根本没有选择 我是不想骂人了 经常就晚上啦 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